姑娘奉官侠配成为最美的贵妃 可她脑海中却是皇上的弟弟 刚拜完堂 燕王竟死而复生从战场上回来 两人也从亲密无间的恋人 成为了书嫂 原来就在几日前 燕王战死的消息传遍了京都 茗玉得知后心慌不已 立刻赶往御书房询问消息 却在门外意外听到 燕王是被人陷害 才导致全军覆没的 茗玉听着这一切心如刀割 像没了魂一样回到了寝宫 不敢相信自己的未婚服 就这样死去 燕王出征前的承诺还历历在目 等她胜利归来 就娶自己为妻 茗玉紧紧抱着燕王的惊亏 心也没了知觉 次日茗玉独自跑到山上 你可一定要等着我 我这就来找你了 茗玉说着就要迈开步子 幸好被赶来的侍女蓁儿阻止 燕王殿下的死到底有没有冤情 我们怎样查清楚 是不是 茗玉闻言心中有了迟疑 蓁儿见状继续劝说 称燕王唯一的弟弟玉王 为了带回军情 不惜擅自理应 被王上关进大牢生死难测 如今能救他的人只有茗玉 有殿下的命 还有燕王殿下的仇 现在都在你手里 茗玉这才幡然醒悟 他必须活着为心上人报仇 等回到寝宫 茗玉看着还未送出的香囊 以泪洗面 这时侍女来报 三王爷班师回朝的消息 一想到燕王的死与他有关 茗玉买通了洒扫的侍女 偷偷藏在了御书房中 片刻后王上愤怒地质问三王爷 燕王战死的真相 三王爷闻言也不再隐瞒 他觉得燕王只是在平日礼装的公顺 实际上心怀不轨 便临时起义做了这件事 这让躲在一旁的茗玉红了眼眶 等到三王爷走后 书架后的真儿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主仆两人面面相去 不知该如何是好 眼看王上朝着他们走来 茗玉拉着真儿连忙装睡 王上拔剑走到书架后 看清是茗玉这才松了口气 随后将他叫醒 茗玉装作睡眼惺忪的样子急忙解释 他和侍女来找些兵书 静不小心睡了过去 看到王上脸上的环影 茗玉急忙拉住王上的胳膊 请求他不要惩罚自己 王上健壮顿时心软了 他本就喜欢茗玉 便不再计较此事 等回到房中 茗玉心痛不已 燕王真的是被人害死了 侍女劝主子不要冲动 可茗玉已被仇恨占满 发誓一定要为燕王报仇 也绝对不会让人再伤害他的弟弟 次日茗玉找到皇后姐姐 想请她出面将玉王从天牢中救出来 可皇后早就劝过王上 也没能打消她的想法 除非能有一个契机 让王上取妃大赦天下 方能有一线生机 好 我嫁 我愿意嫁给王上 皇后长叹一声 十分心疼自己这个妹妹 茗玉却已经麻木了 燕王已死她嫁给谁都可以 如今只愿能保住心上人唯一的家人 时间很快到了大婚的当天 茗玉一身红装头戴皇冠 脸上却不见丝毫心细 拿起团扇 决然地走向这段本就错误的婚姻 殊不知此刻燕王正伤痕累累呢 朝着皇宫中赶来 却因伤势过重 狠狠摔下了马昏迷不醒 婚房外 哥哥赫兰克设法找到了茗玉 告诉他燕王还活着的事情 茗玉闻言激动地流下眼泪 不管不顾就要去见燕王 却被真儿阻止 今日是他和王上大婚的日子 要是被王上知道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可茗玉却不肯再嫁 她原本以为自己要行事走肉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心上人还活着 那证明一切还有希望 这时皇后及时赶到 提醒她如今一旦回头 不仅燕王哥俩的命保不住 就连整个母族都会遭殃 你忍心看着你的族人和亲人 因为你而丧命吗 茗玉心里胶着 她不能去看燕王也不能毁婚 就连死都不行 随后绝望地拿掉了皇冠 与此同时 燕王悠悠转醒 第一件事就是让弟弟去通知茗玉 怕她为自己着急 玉王怕哥哥承受不住 决定暂且隐瞒下来 等她身体好转再告诉她真相 谁知深夜 爱慕燕王的苏盈前来看望 燕王迷里呼呼将她看成了茗玉 急忙拉住了她的手 等任亲后又失望地放开 看到燕王排斥的样子 苏盈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说出了真相 以心心念念的贺兰茗玉 从今天晚上起 你就要叫她王嫂了 原来今晚王上迎娶的侧妃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心爱的人 燕王不可置信地询问弟弟 得到肯定的答复 他的脸色愈发地苍白 竟直接吐出了一口鲜血 随后不顾自己的身体 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就算是死也要见茗玉一面 婚房中茗玉借酒消愁 也难以掩饰心中的落寞 王上进入婚房 看到茗玉的样子心中有些不悦 朝官也不带 凡膳也扔了 莫非是 嫌我来得晚了 茗玉闻言立刻起身道歉 王上以为他在耍响性子 并没有怪罪 急忙让太监宣旨 准备册封茗玉为丽妃 听着太监的宣读 茗玉心中一片哀凉 却也不得不接下册封的信物 王上亲自扶起茗玉 准备与他洞房花主 可茗玉始终迈不过心灵的道感 面对王上的触碰突然吐了一声 随后连忙解释 他是因为醉酒才会如此 恐怕今夜无法与王上同行 王上见状十分不悦 看到茗玉跪地请罪 他也只能无奈离开 等到王上走后 茗玉立刻脱下了身上刺眼的嫁衣 拿起红烛 毫不犹豫地将衣服焚烧殆尽 看着面前的火光 茗玉的眼神中一片漆黑 此刻燕王快马加鞭进入皇宫 却因伤势过重摔下了马 即便如此 他还是一步一步向前爬去 势必要向茗玉问个明白 身后玉王急忙赶到将哥哥扶起 玉王劝慰哥哥 即使大闹一场也没有任何作用 燕王却不相信 就算茗玉要嫁人 那也要他亲口对自己说 否则他死也不甘心 正当玉王扶着他往宫中走去时 忽然听到了李承的钟声 一切都晚了 燕王心如死灰 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 最终支撑不住晕死过去 留下玉王无助地在雨中呼喊求助 真是造花弄人 次日敬茶里开始 茗玉一身红衣走了进来 一一给各位亲王敬茶 可到了最后环节 燕王竟带病来到了殿中 茗玉见状心头一击 急忙压下自己的情绪 看到燕王被扶着来到殿前 茗玉又忍不住地想去关怀 可燕王却目不转睛 直接坐在了位子上 看出了茗玉的失态 皇后急忙出声提醒 让茗玉不要耽误了十全 茗玉这才回过神 收敛情绪来到了燕王的座前 颤抖着手将茶举起 两人对视的一瞬间 茗玉眼中的泪水不自觉地滑落下来 燕王也红了眼眶 随后死死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伸手将茶水接过 直到此刻燕王才相信 自己心爱的人就要嫁给别人了 燕王脸色更加苍白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众人见状大惊失色 连忙去请太医 在被带去片房休息前 燕王深深地看了茗玉一眼 这让茗玉泪如雨下 瘫到地上害怕地哭了起来 事后茗玉跑到片房看望 有太多的话在嘴边却说不出口 燕王满心地怨气 不愿再看茗玉一眼 是我错心了你 错看了你 我爱了你 燕王的话像刀子一样 伤得茗玉体无完肤 只能伤心欲绝地看着她离开 而燕王自从回到王府 便整天借酒消愁 连药也不吃 回想着从前跟茗玉的山盲海事 失声痛哭起来 门外玉王看着一切 十分心疼哥哥 却也无可奈何 此事很快传到了宫中 茗玉得到消息心急如焚 立刻换上了太监的衣服 私自出宫来到王府 屋中燕王听到茗玉的声音 心中顿时一喜 正准备起身 却又瞬间恢复了理智 后宫嫔妃是不能私自会见男眷的 她也不想再见到 如此无情无义的人 茗玉在门外担忧不已 承诺只要燕王吃药 她宁愿一辈子不出现在她的面前 可燕王心如死灰 早知道自己回来是多余的 还不如当初死在战场上 若是你敢死 那我就陪你一起死 茗玉说完便拿出刀子威胁她 燕王这才慌了 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却还是不忍地打开了房门 燕王嘴硬地说完 不管不顾地冲进了雨中 茗玉见状急忙拿过雨伞追上 就算今后燕王一直怨恨自己 那也得智商活下去才行 燕王说完决然地转身离开 刘茗玉独自一人站在雨中 等回到寝宫 茗玉就一病不起 甚至在梦中也叫着燕王的名字 还惊出了一身冷汗 而燕王这边更是广 他面色苍白 一脸颓废地来到窗边 身体心里的双重打击 让他又一次晕死过去 玉王健壮急忙将哥哥扶到床上 要为他喝药 谁知燕王死活不喝 看到哥哥一心求死 玉王心中又气又急 没办法只能再次派人进宫传话 真儿得到消息就急忙赶到王 故人看着自家主子被误了 真儿便把所有的事情告诉给了燕王 当初他战死的消息传遍了惊度 茗玉是为了报仇 救出身陷大牢中的玉王 才无奈嫁给皇上的 这番话让燕王更加痛心了 一直以来他都不愿意听茗玉解释 以为他就是一个攀龙附凤的人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燕王 开始埋怨起来 若是他能早回来一日 或许就可以挽回这一切 误会解开 燕王奋不顾身地就要去找茗玉 之前 我这才说了那么多伤她的话 真儿文言急忙劝能 之前茗玉假扮太监出宫 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若是燕王再去 恐怕会引起王上的怀疑 如今两人的身份都不能再冲动行事 燕王这才有了一丝理智 等回到宫中 茗玉的烧已经退了 真儿在一旁劝说 让她再出宫见燕王一面 可茗玉却不想再去刺激她 真儿文言连忙劝说 如今燕王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她 这让茗玉心中一动 随后借着祈福的名义 出宫去见燕王 两人彼此对望 苦涩在心中蔓延 看着燕王消瘦的面庞 茗玉情不自禁地抚上她的脸颊 随后又察觉出不妥急忙收手 却被燕王拉住 她不愿再失去茗玉 可是已至此 他们只能选择接受 茗玉松开了燕王握紧自己的手 她只希望燕王 能像从前那样意气风发 我知道 我要隐人 燕王总算想通了 答应茗玉自己会走出一条路来 只因她不相信 这就是两人的终点 真是造花弄人 可惜两人都爱上了一个 一生都不能牵手的人 这也注定是个 邪满眼泪和悲伤的故事